漂亮Omega有个小秘密 因为这个他两次高考都考杂 看着抚养他长大的大叔大婶 他无法说出自己一紧张就发Q的求是 独自来到大桥上疏解玉器 可连叶峰都和他作对 眼看着准考证要离他而去 是要考第三次的他 并要与准考证共存亡 脚底一划 整个人就要掉下桥的瞬间 一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 可是救他的人怎么有些奇奇怪怪 人都安全了还抱着他不放 虽然很感谢 可是这像一只猎犬的举动是要闹哪样 看着救命之恩的份上忍着没炸毛 谁知对方嗅了嗅开口 原来是没办法控制信息速呀 你是Omega吧 你的信息速都跑出来了 小欧一听就拼命挣扎逃跑 好家伙原来遇到BTalpha了 谁知下一秒那人就说了句 诈破苍穹的话 跟我结婚吧 我会对你很好的 你不是要考大学吗 和我结婚不用考试就可以去 在小欧的无限震惊中 那人解释说 因为这个社会A多欧手 出生率直线下降 为了促进Omega出生率 对满足条件的夫妇 启动大学特招 还可以拿全额奖学金 讲解完毕后 那人留下个电话号码 大手一挥就走掉了 一周内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等你哦 回家后的小欧 看着对方留的号码 想想那张帅气的脸 穿着名牌高中校服 应该不是坏人吧 小欧最终没有控制住自己 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 殊不知特招背后 还有一项硬性要求 男孩为了不再参加 第三次大学考 一咬牙一跺脚 就答应陌生人的求婚 学校特招新婚夫妇的条件就是 需要每日上传信息素质 一旦打包自己送货上门 没想到自己的L5 竟然是个富二代 家里又大又豪华 善于递给一旦一个手环 需要戴上后检测数值 他们是协议结婚 所以只能用抱抱来激发信息素 可是一旦都快烧成肉干了 数值就是上不去 上网一查才知道 为了防止不当入学 检测器换成了根据情感 来测定数值 善于小狐狸眼一转 哥你能跟我case吗 一旦小可怜下的差点躲出屋 最后俩人协商住在一起 用平凡抱抱来增进数值 不是办法中的办法 一旦只好勉强答应 为了数值变得更高 俩人都没有吃信息素缓解剂 结果睡到半夜就悲剧了 一旦觉得越睡越热 快要成主书的瞎子了 原因是善于半夜突然一改七 第二天一早小狐狸 会在一旦面前哭唧唧唧求原谅 善良的一旦觉得善于 是一个可以熟练控制信息素的人 肯定是昨晚睡前 自己太紧张信息素失控 导致善于一改七提前 善于搭拉着耳朵拼命道歉 对不起哥 我会取消特招申请 哥的避孕赔偿金 和第三次重考前我都会给你 还不解气的话 依法处置我也接受 那时候我应该会被退学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看着眼前哭唧唧唧的可怜小狗狗 一旦的心一下就软了 这一切究竟是意外 还是小狐狸的蓄谋已久 男孩为了顺利上大学 和相识一天的Alpha结婚了 最后当然是兔子掉进狼窝 逃不掉那就欣然享受吧 俩人经过一改七的洗礼后 入学前需要的数值已然报表 一旦算计入学后的数值该如何积累 这不就迎来了今日第一报报 虽然做了很多次一旦依旧很尴尬 门口突然传来一个报道的声音 行李怎么堵门口了 大学生活就在手忙脚乱中开始了 教室内的一旦在感慨着 自己终于也是一个大学生了 就听到后面的一轮声 刚刚在门口 看见个像爱豆一样超帅的Alpha 话音刚落善语就走了进来 花痴Omega们的声音 他明明听得到 却像没听到一样只和一旦说话 一旦心想那些想表白要后马的声音 善语应该已经习惯了吗 担忧的校园生活却是异常的顺利 也逐渐习惯了和善语的接触 甚至可以主动要报报了 一个临时通知打破了这小小的宁静 原本半年需要的数值600 变成一个月补满 这次连善语都不淡定了 入学前一感气息里通宵才500 照这状况发展下去 肯定会被取消入学资格的 小狐狸善语却说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一旦万万没想到 他的好主意竟然是俩人背靠背各玩各的 自以为互相接触到身体后 散发出的信息素数值就应该可以 一旦小可爱根本什么都不会 完成任务的过程很逼其超搞笑 最后竟然喊着善语的名字才结束的 善语小狐狸还想借机偷看一下 被一旦及时制止 善语的数值竟然和报报一样追悟 新婚夫妇为了完成信息素数据 玩起了背靠背各玩各的小游戏 费了半天劲 善语的数值竟然和报报一个样 本以为自己也会一样的一旦 低头就被手环的数据吓猛笔了 竟然是对方的20倍 吓得他急忙捂住手环说自己也只长了五 尴尬了几分钟后迅速逃离现场 一旦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机器故障了 还是自己把善语当成下饭菜了 突然一个脑袋凑过来打招呼 差点就把一旦吓飞伤了 对方也有些不好意思 说看他一个人想着是询问的最佳时机 听说你和善语是适语 你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吗 喜欢什么样的 Omega 听说他家境优渥是真的吗 一旦一整个大无语 嗯 那个家确实很大 对方迫不及待追问 还有呢 一旦瞬间修红了小脸蛋 心想我可不能告诉你他哪里都很高大 于是开口 抱歉我也刚认识他没多久 身后突然又传来另一个声音 我可听说他在高中的时候特别的混乱了 女孩却说善语人家长得那么帅 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啊 对方又抱大瓜 他可不是一般的混乱 是不分beta Omega还是Alpha的混乱 男孩万万想不到 抱出去善语的糗事 不但一点没打击到女孩 还让他变得更崇拜了 吓得一旦脚底抹油赶紧溜走 直奔便利店买了和传说中的子孙隔屁带 安慰自己这不是不相信善语 是不相信自己 男孩偷偷摸摸去便利店买子孙隔屁带 结果刚出门就遇到正牌使用者 这不是尴尬妈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吗 善语还追着问哥哥神神秘秘去买什么了 一旦修个大红脸便捷 我不是我没有 只求对方别再看自己快点到家吧 刚出电梯就听见吵闹声 隔壁宿舍的同学要求换室友 当老师让他说理由的时候 他又支支吾吾答不上 看到刚回来的一旦丢过来一个凶狠的眼神 吓得小可爱撒鸭子跑回家 善语说那个人是隔壁的 可第一天来我们房间找是那个家伙一个宿舍 一旦立刻想起那张吓人的脸 正在祈祷以后千万别发生什么口角之时 善语突然说了句 哥你为什么要买子孙隔壁袋啊 一旦石化了一秒钟后 立刻原地爆炸 什么啊 你怎么会知道 善语比比画画 因为刚好那么大一个 而且刚刚看到哥的表情就知道了 所以哥是想空了吗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我case了呀 此言一出 小可爱自动和善语拉远距离 那个你可能有所误会 买回来就是以防万一的 不希望上次的事再发生第二次 所以所以 没所以个所以然就听见善语说了句对不起 好像是我误会了 别担心以后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我会再找找别的补满数值的方法 善语刚起身要走 依附住被拉住 一旦等个大红脸小声说 是我怕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控制不好信息素 而且最近变得有点血气方刚 你又是这么的高大帅气 我怕一个控制不住犯错误 Omega主动交代自己无法控制信息素 看到如此高大威猛的Alpha 怕一个控制不住容易犯错误 善语却是长嘘一口气 现在哥说的这些话 意思是不是我能和哥可以死了呀 一旦依然狡辩我 不是我没有 小狐狸邪魅一笑 不是能那就是想了 结果手环上的数据直蹭蹭暴涨 第二天可怜的一旦一边吃饭 一边想昨天发生的糗事 善语那家伙真的是太坏了 给自己莫名其妙 挂了个血气方刚的标签 下次再这样我可就不忍了 可是不知为什么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脸红 等善语下课回家 就发现屋子里乱七八糟 从卫生间门缝里 钻出来浓烈的信息素味道 门刚打开一个小火炉就冲了出来 一旦哀求着对方 高热一直下不去 求求帮帮我吧 这种关键时刻 善语他竟然只是把人丢上尖头 心想放他到床上躺着 再吃点药 应该就没问题吧 结果差点被这浓烈的信息素味道创晕 再看看散落满桌的药 看来必须给他亲自出马了 第二天再睁开眼的一旦彻底蒙圈了 我是谁我在哪 我明明在吃汉堡了 然后逃避式地告诉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想不起来 可是手环上报表的数据说明了一切 一旦顿时羞愧难当 决定就这样把自己连通床 一起放进棺材里吧 突然听见外面善与不知 和谁打电话的声音 歌是β还有omega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的 那是因为我一直喜欢着歌呀 我都追了他多少年了 小可怜一旦的心啊 如这冰枯 Alpha为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协议结婚取了一个单纯omega 因为一个意外发热期 俩人变成了有名有名的真夫妇 又因为不小心听到的一通电话 小欧瞬间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逃跑之际被Alpha发现 光速竟然拦截 一脸坏笑逗弄着小欧 哥有点奇怪哦 总是躲避我的眼神 难道是不够吗 这可把小欧骚够呛 我不是我没有 Alpha则是步步紧逼 哥想什么完全都写在脸上了 关键时刻手环避避避想不停 提示使用者心跳连续十分钟速度过快 Alpha逼笑憋到浑身颤抖 小欧就不明白了 明明是他喜欢我 这种情况应该是他的想才对啊 这样一来就像我喜欢他一样 Alpha回头看看窘迫的小欧开口 哥是因为听到我的通话才这样吧 那都是在糊弄我老爸的 一次恋爱都没谈过的人 突然结婚他很怀疑 没想到连哥都被骗了 小欧觉得太丢脸太瑟瑟了 逃跑再次失败的他 被Alpha而言几句后 立刻脸蛋爆红 而罪魁祸首笑呵呵地说 我去便利店买点吃的你冷静一会儿 小欧觉得有些东西怎么就变了呢 更尴尬的是第二天的课程 生理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 台上道具举例说明 小欧悄悄拿出自己的手机比了下 感觉应该要再大一些才是 突然另一部手机叠了上来 就见Alpha满脸笑容地说 这样就差不多了吧 吓得小欧当场甩飞 还有49个月分期要付的手机 可把他心疼坏了 心里暗暗发誓 这个月的数值已经凑够 暂时保持距离冷静一下吧 谁知下一秒他的手 就被一个陌生男人抓住 兴奋地上下摇晃 哎呦哎呦啊 我们的儿媳妇哟 新婚小夫妇 竟然在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面前 揪咪秀恩爱 不得不佩服公公的心脏真健康 面对从天而降喊自己而媳妇的人 依丹是一脸蒙圈满脸问号 善语将人保护在身后喊了声 不是不让你过来的妈爸 土豪公公大手一挥 带着还没回过神的依丹去吃大餐 依丹眼睛一眨不眨 盯着公公手腕上 那价值量进口豪车的手表 只得感叹老公这家境果然是不一般 公公热情的和儿媳妇把招呼 别赶到负担多吃点 听说牡蜜对孕不很好 好家伙 依丹差点被牡蜜谋杀了 善语实在看不下去自家老爹 这抱孙心切的猴急样子 爸我们还只是大学生 老爹一听这话可就不高兴了 啥玩意 这话意思到现在为止就光牵手了 都是成年的AO夫妇居然什么都没做嘛 婚都结了怎么连个情侣戒指都没有 你说实话 是不是不想留学才随便找人结婚呢 一旁的吃瓜一单有点坐不住了 这要是被公公发现协议结婚 肯定会让善语留学 被迫离婚后又被取消入学资格 因为这个录取自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绝对不能取消入学 下一秒一把抱住老公胳膊撒娇 在父亲面前我们本想谨慎行事来着 没想到让您误会了 转头对着一脸猛的善语使劲实眼色 善语嘴角露出坏坏一笑 猝不及防就开始噼里啪啦一顿偷香 老爹万万想不到一把年纪还被迫吃狗粮 这大场面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 房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只有咕嘟咕嘟一单烧冒烟的声音 一声突兀的电话打破尴尬 善语竟然把一单丢下自己跑出去接电话 不等一单做出点反应 对面传来一个阴侧侧的声音 也叫一单是吧 无法控制性稀素的Omega为了顺利上大学 可只见了一面的Alpha协议结婚了 结果结婚当日 所有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部做了个遍 入学后更是状况评出 一个无法控制性稀素 一个抵抗不了性稀素 检测手环李夫妇检测数据差点爆表 事情正在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土豪公公 红天而降 为了证明他们是真爱夫妇 老公竟然当着公公面揪蜜塔 干完坏事竟然就跑 留下可怜巴巴的一单独自面对 没想到公公人超好相处 拉着儿媳妇的手老妹纵横 我们善语就拜托你了 善语一直对恋爱和公司都不感兴趣 我一直很担心 你肯定也知道善语从那件事之后 就一直很辛苦 那也是多亏了你 他好像克服了 一单笑得无比灿烂 一直点头说着是是是 鬼知道那件事是哪件事啊 公公拿起一个手提袋 递到一单面前 快收好 这是婆家的新婚礼物哦 回家的路上一单气呼呼的嘟囔 你怎么能在父亲面前那样对我 善语小狐狸笑眯眯的说 是哥先开始的呀 一单刚开口狡辩我不是我没有 就被小狐狸揽住肩膀 对哦 不能叫哥 应该叫亲爱的才对 一单小可爱起帽烟了 善语就喜欢看他可爱炸毛的样子 一单刚想追上去狡辩一下 突然腿一软眼一黑头一晕 差点一头栽马路牙子上 幸好善语大手 及时接住那瘦弱的小身板 男孩想做Omega中的Alpha 首先必须练出一身剑子肉 让他的Alpha知道知道他的厉害 事情起因是一单在路上差点晕倒 看着回家就给自己猛灌镇静记的人 善语有点担心 真的只是头晕吗 或许是性稀素休克也说不定 一单就不高兴了 啥玩意 那不是青春期的Omega才会经历的吗 我已经21岁了 善语小声嘟闹 哥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青春期 那是因为初体验一般都发生在那时候 所以我合理怀疑哥就是那种情况 确实是第一次的一单心虚的狡辩 我不是我没有 一个小声嘟闹晚了点也没什么好羞耻的 一个更小声嘟闹 真的不是第一次 一单打开公公送的新婚礼物 直接惊呆了 竟然是一部新手机 这是什么绝世好公公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手机坏了的 善语悠闲地躺下回道 那老头子估计连你的血码都知道了 毕竟他连哥你是Omega都知道 一单却对公公的印象上大分 但绝对不是因为送礼物才这么说的 就是手提代理 还有一份神秘礼物 公公要求瞒着善语悄悄地看 起数时间 一单偷偷查了关于性稀素休克的事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一单坚决不承认 自己只是身体差晕了而已 第二天一单早早起床 准备他的健身计划 善语半梦半醒 结果一单递过来的一张纸 而一单则满脸通红丢下一句 哪里不满意告诉我我不修改 然后一阵风湿地逃跑了 善语一脸蒙圈地看着纸上写的内容 走廊里都能听见他的大笑声 瘦弱的Omega竟想绝地反击 练出一身剑子肉后反扑他的Alpha 没想到在健身房第一天 就遇到了可怕的人 一单满腔热血地来到健身房 准备先来个30公斤的小石牛刀 哼 等着瞧吧 只要我锻炼好身体 我要坐Omega中的Alpha 车善语你等着瞧 斗志昂扬之时 突然一个恐怖的大脑袋 出现在一单眼前 吓得他弹簧式地一退五米远 竟然是隔壁宿舍那位可怕的大哥 他暴毙一脸愤怒地说 你是想升天吗 怎么能那样抓着杆子呢 一单刚想逃跑 就被对方命令躺下 腿部蒸气地一软乖乖躺下 还是应该听善语的 好好吃饭才对 随后就听见大哥 毫不遮掩地嘲笑 瞧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只剩下皮包补了吧 傻愣着干嘛 手抓住杆子 抓杆子的手放宽点 再放宽 腿保持90度 现在被扩肌用力 啥也没听懂的一单为了不哀训 大吼一声颤颤巍巍地举了起来 大哥看着鼓起的小肚子教训 不是肚子 是被扩肌 话音刚落 大哥的视线就在一单的身上 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猛然起身扭头就走 结结巴巴地丢下一句 就就就那么多就行 直奔空调面前自言自语 这么热 一单一脸拥圈 原来他真的只是想告诉我锻炼方法吗 看来真是一个大好人了 但还是好可怕 一单不知道的是 此时背对着他的大哥 就像一个刚煮熟的瞎子 红里透子浑身冒着热气